立法院排审选霸法 酿成朝野的严重冲突 那么现在国民党就指控了 民进党立委黄杰竟然是撬开门锁 预先的潜入会议室内 今天又再释出最新的监视器画面 痛批其实早在4号 选霸法第一次排审时 民进党立委中嘉宾就疑似拿着利器 破窗户前了进来 但是绿云也在反击 认为立法院怎么行政不中立呢 让国民党能够调阅监视器 来做恶意的攻击 我认识的柯总招 是一个有改革色彩的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头发还很多的时候 你不要想 请拜托不要提头发 谢谢 朝野时尚电业法 民众党立委张旗凯提到法量 立刻引来立法院长韩国瑜 幽默回应 逗得全场哄堂大笑 只是这朝野龙下气氛 确止维持片刻 如果你在一看就是黄姐一开的 你还在讲说 这个只要关于能进来的话 这个立委安全就很大问题 不要让天油加粗 为了前一天 选办法修法 立委到底有没有 违规前入会议室 民进党团总招 柯建明又在开港 国民党拿出来 外面散步 做攻击 到底是用什么办法 随意申请的 怒轰立法院行政部中立 反而国民党 任意调出监视其攻击 只是蓝营这头 也不打算停歇 在释出 4号选办法委员会 初次排审当天画面 监视器清楚拍下 7点开门时间都还没到 民进党立委中嘉宾 疑似就拿着力气 企图破坏窗户边条 6点27分左右 一行人就突然打开了 会议室的门 陆续进场 当家闹事就是最恶劣 最坏的事败 到了早 想要先到会议室里面 这也是每个委员 日常工作的日常 遭指控是破窗破门惯犯 日云当然无法接受 民进党立委黄杰 更贴出影片 反击招委高金素媒 意图控制议事人员 表定的开会时间 都过了4个小时 本格在会议室内的议事人员 这才上了 疑似由国民党安排的 接驳坐车 日云反控 态怀意识要求海员长车查 选办法修法案外案 朝野持续交锋 剑三同龄比州台北报道